欢迎下一位追梦人 有请 哇 婚纱 好美啊 大家好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的女孩 我叫张丹 今年22岁 张丹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我为什么穿婚纱来呢 我是为了一个我喜欢的男生准备的 这个也是你的梦想是吧 是的 跟梦想有关的 那表演什么呢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舞表演 最选民族风 穿婚纱表演最选民族风 我是为他唱的 为他唱的 好 跟我开始了好吧 婚纱好 欢迎 浪漫的天涯是我的爱 边边的天才叫小花 再看一会儿吗 再停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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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先告诉我是印象的问题 还是你的问题 还是你太紧张 要不要再来一次 你刚刚表现一般 没事 没事 我会给你机会 你跟他太紧张 紧张吧 紧张的啊 大家给他掌声 不紧张啊 曾经来 哎 浪漫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天涯就像花正海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压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快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 流下那万字天红一片海 回来来的歌哟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边都边唱才是最期待 我们要唱就要唱的最痛快 可以了我已经发现这个 这个妹妹能不能站在舞台上 不是因为歌音 她肯定有故事 可以告诉我们那个男生的信息吗 或者说你的梦想也可以 我的梦想就是我要嫁给华晓明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 再重复一遍 谁 我的梦想就是我要嫁给华晓明 黄晓明 世界上重名的很多的 那叫黄晓明的男生很多的 是大家都认识的还是只有你认识的 大家都认识的 因为我是个临时演员 而且我也很喜欢黄晓明 所以我希望我能和黄晓明演一出结婚戏 就是你也知道真嫁可能是不太嫁得了 但是至少就戏里面演一场 那么就是结婚的戏 那波波你能不能帮她圆梦 梦想照尽现实 祝你好运 你好妹妹 波波老师好 今年22岁 对 从事什么工作 从事临时演员 也是一个非专业的编剧 我觉得你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面的姑娘 对吧 是不是你的生活很童话 对 你的第一个男朋友是谁 我还没有 是没机会还是你不敢 还是你看不上 是没机会 然后你就把所有的想象变成了你的作品 对 这个作品里面男主人公是不是叫黄晓明啊 对 非常对 那你主人公是谁 就是我自己 你的梦想是和黄晓明 演一出求婚戏 演一出求婚戏 对 精彩吧 肯定很能感动大家 因为这句话是我发自内心的写成一个剧本 你先演给我看看好不好 看看能不能感动我 小明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就是我喜欢你 不管你是贫穷 还是富有 我都会真心真意的对你好一辈子 看看我的梦想观察团是不是支持你好吗 好 为这位执着的女孩 为这位黄晓明的超级钢丝 准备投票 5 4 3 2 1 投票 其实你觉得你跟黄晓明的距离有多远啊 很远很远 那是一个梦 我现在就让我的工作人员啊 打电话给他吗 不是拿我的手机了 我就看看小明会不会接电话 好吗 我帮你圆磨吗 妹妹 你不要紧 那我们安静 我们安静 我现在 打小明的电话 打通了以后 我能不能站到你旁边来 可以 好 我这是晋升 喂 喂 小明 不要怕 不怕 不怕 我很安全 我们这边 我是中国梦想秀 那个现场 我是伯伯 伯伯 你好 在我旁边有一位22岁的女孩非常可爱 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 安慰一下她 没问题的 谢谢 你不要哭 先说 叫小明 小明你好 你好 我叫张丹 你好 小明 我有一段戏想要对你说 你说 小明 我喜欢你 我希望能做你生命中的另一半 真心坚毅的对你好一辈子 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 我都会对你不离不弃 我相信我们会在一起 小明 我爱你 前面听完了那个爱的睡眠以后 小明你是什么感觉 请回答 我觉得我特别感动 因为我觉得现在像这样的女孩子 好像已经不是很多了 所以我不知道将来谁会跟她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那个男人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男人 那你跟我刚才说的这些 其实如果将来有一天 我也会说给我喜欢的人听的 因为这也是我内心 来让对方比较大的 好 谢谢小明 希望你早点康复 谢谢 莫莫老师 祝她好运 谢谢 好 加油 祝你幸福 再见 我们为梦想大使不播也鼓鼓掌 谢谢她完成了一个梦想 来我们掌声欢迎下一组追梦人来 有请 有请 大家好 我是来自贵州聊个男人 新姐 新姐你好 咱们往前一点 新姐带着我的秘密武器 来到了中国梦想秀 非常的开心 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还有个碗 对 那么客气 什么 酒 好香的酒 你为什么带个酒上来呢 那梦想是什么 这个送给我 我第一个梦想要把我自己酿造的米酒 送给我们波波老师喝 自酿的米酒 我阿新经常用苗语来改摆一些歌剧 信不信我唱首给你听 再把这杯酒带给我们波波老师 对呀 波波老师继续好运了 在这里把一首维卡式的歌剧给大家 再讨论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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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你酒甜不甜 波波老师 哦 太好喝了 这个酒 这个酒非常好喝 谢谢 这是哪里啊 你是梦想大师 谢谢 那您这个第一个梦想已经完成了 对吧 这个波波酒也已经喝过了 就喝一碗呢 第二个梦想呢 波波老师您喝我的酒 你就是我的人了 哦 有这个习俗的是吧 真的假的 有这个习俗的 真的 哦 那恭喜恭喜恭喜 您这样讲我一点事要准备也没有 不要害羞 我们都是见证人嘛 但是没有准备的事情还是要害羞的 哈哈哈哈 我是在我们贵州千户苗站呢 开了一个农家乐才开了半年多一点 哦 是个老板娘 所以呢 我要叫波波老师呢 就像我说的喝了酒就是我的人 你要跟我做我的广告代言人 哦 你往前一步 我直接跟他说好吧 我想的是啊 波波老师哈 可以可以可以 说说啊 你说说啊 阿信姐啊 你前面这个器权呢 有点吓到我 你喝了我的酒就是我的人了 就做广告代言人 我想弱弱的问一下 如果我不愿意你会对我做出些什么事情呢 我相信你会愿意的 因为我们那里山美水美人也美 如果搭上波波老老师的这种名气 跟我的歌声搭起来那我那里就更红火了 而且这样好吧 我呢 第一个梦想我已经做到了 第二个梦想 我们要看看我们梦想观察团的朋友 是不是 同意我这样做 如果只要他们同意 我就会把我拍的最棒的照片给你 然后随便你上面打什么 好 阿信姐 希望波波能够为你带来好运气 好 就你第二个梦想 让我们梦想观察团 投票 谢谢 准备投票 祝你好运 5 4 3 2 1 开始 丫头 我像飞人更高 谢谢 飞人更高 阿信海龙虾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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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碗酒好不好 去来去来 我看谢谢 我已经飞的被我抓了 我看谁 好 谢谢 谢谢 祝先生一心好吗 谢谢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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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